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前行政院调查庆赋案,发现前总统马英九任内曾减负庆赋的陈秦信,发函行政院请着处庆赋并复之本府并用密件处理,让外界质疑马也牵涉其中,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想象尽管会调阅相关公文,却被以兵为密件为由遭拒,让他无奈地表示,到底是凭什么编密件啊? 密件真好用,黄国昌表示他向金管会提出调阅是否曾于104年9月间收受总统府有关列雷件采购案或寻求银行连带之相关公文,却被金管会以兵为密件回文拒绝提供 黄国昌指出,下周将会继续向金管会追查,编密件的法律基础为何?即使是密件,可以构成行政机关拒绝提供给国会的室友吗? 那以前金管会提供本人兵为密的文件,难不成都是违法行为吗?等三个法律问题 黄国昌说,向金管会询问的三个法律问题,白话来说就是总统府发函给行政院帮忙幸福桥贷款,到底是凭什么编密件啊? 难道以前马政府乱搞,现在就不用改正这种离谱的错误吗?